21. 東方日報 安東尼獲加被當提款機破產 2015年7月26日體育F08將協助疫火勇奪NBA總冠軍 前塞爾特人名將安東尼獲加退役後生活老島並落得破產收場 這位38歲命將昨日接受CNN採訪時爆料,風光時瘋狂買車,珠寶及豪宅 更被親憑戚友當提款機一樣,我幫過30人買樓,又猛地借錢給人 出之就搞到家鎮那樣。